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这个星期五将会前往纽约 主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一个讨论朝核问题的部长级会议 与此同时 安理会成员国的驻美大使们 星期一在白宫和美国总统川普进行午餐会 川普总统告诉媒体 安理会必须准备好对平壤政权 施加额外以及更加严格的制裁 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经常驻国务院的记者张荣香 请荣香来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荣香你好 肖旭你好 那么随着朝鲜进行导弹的测试 华盛顿派遣军舰前往这个地区 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关系现在非常紧张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星期六朝鲜方面又拘押了一位美籍 朝鲜裔的公民 韩裔的公民叫托尼金 韩国的名字翻译应该是叫金生德 那美国国务院对这个事件做了什么样的最新的说明 请介绍一下 这名韩裔的美国人是被朝鲜的平壤政权所关押的第三名美国公民 那么由于华盛顿和平壤之间没有邦交 因此是由瑞典大使馆来代表华盛顿处理相关的事宜 在刚才不久之前所结束的例行节目会章中 代理发言人马克托纳表示 美国政府高度关注这起案件 不过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被获准来到监狱对这名韩裔美国教授进行探视 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的代理发言人马克托纳怎么说 周末我们接到了一名美国公民在朝鲜被扣的消息 出于对隐私的保护 我们不能透露他的名字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已经可以和他进行接触 我们正在通过瑞士使馆努力达成这个目标 美国国务院表示 保护美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 是美国政府的优先目标 此外白宫发言人史派思 刚才也在例行讲办会当中 呼吁平壤政府尽快的释放被关押的美国公民 小巡 好的 那我们知道美国政府一再的表示 中国对朝鲜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那么美国希望中国在朝核问题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美国政府对此有没有什么新的说明 我们知道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 那么这个星期美国加强和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之间的互动 就在星期一也就是今天美国政府的川普在白宫和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驻美大使们进行了武裁会 他表示各国应该准备好对平壤政权采取额外的更加严格的制裁 那么星期五早上十点钟美国国卿 迪勒森他将前往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一个讨论朝核问题的部长级会议 他在会议当中将对中国还有其他的成员国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呢 下面我们来看看国务院的代理发言人马克托纳怎么说 地勒森国务卿星期五将对联合国安理会其他成员传达的主要讯息之一是 目前国际社会对朝鲜的核扩散威胁已经有了严格的制裁 联合国每一个成员都有责任 仅最大的能力执行这些制裁 如果现有的制裁获得确实的旅行 如果美国国家都紧利做分内的事情 那么我们相信他们可以让朝鲜感觉到更大的压力 美国已经向这个地区所有的盟国以及伙伴传达了这个信息 显然也在中国的双边讨论中传达这个信息 而这也是迪勒森国务卿星期五将在纽约所传达的核心信息 这个核心讯息 昨天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的电话当中 已经被传达了 那么渴望是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年晚些时候 对中国的国事访问 还有今年夏天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轮 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当中的炒核问题将是优先的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呢 美国国务院代理发言人马克托纳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并不排斥由中国所提议的三方还有五方会谈 我们知道六方会谈一向是讨论炒核问题的主要渠道之一 不过最近中国提出了所谓的三方 也就是美中韩三国 以及所谓的五方 也就是美中韩日本俄罗斯的五方会谈 那么我们知道这会将在平壤政权没有参与谈判的情况之下 各国来举行对话 对此美国国务院强调并不排斥中国所提议的三方还有五方会谈 因为所有的选项都在台面上 小巡 好 谢谢荣湘从美国国务院给我们带来的几个最新的说明 再见